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粉丝就沸腾了 喊什么都有 给你生孩子 给你生猴子 说什么都有 德鲁社也有好多粉丝 一上去观众跟着聊天啊 打馋一块乐一块唱的 挺好 也让我们见识到了 粉丝对偶像的热情程度 其实中国的追星文化是渊源流畅 所谓的粉丝爱豆 在几千年前就有 论追星啊 古人比咱们疯狂多了 追星这个现象的诞生 首先需要有魅力的偶像 这句话很重要 当然咱们现在的这个偶像 和古文中这个意思不太一样 偶像在古代呢 它指的就是为了纪念某个人 制造的人形雕塑 最有名的这个偶像的故事呢 就是春秋 有一个范梨啊 就是现西施美女的这个范梨 范梨侍奉着月王勾剑二十多年 精心密谋 复国强兵 终于一举灭掉了吴国 月王勾剑很高兴 说范梨啊 你有大功啊 我要把天下分一半 共同治理 范梨一听啊 机灵一下子 吼拨梗子都湿的 浑身只起鸡皮疙瘩 心说这不对劲 就写了个辞职信 说陛下您可以执行自己的命令 但我们做臣子的 也要执行自己的想法 写完信就轻装剪从 收拾东西 坐个小船就走了 打这起呢 再没回来过 月王勾剑 很怀念大功臣范梨 于是派这个能工巧匠 用黄金 铸造成范梨的样子 每天呢 跟他聊天 给他行礼 这个黄金铸造的人像 在古代 就被称为是偶像 虽然偶像一词的意思 跟现在不一样 但在中国古代 也确实很早就出现了追星文化 历史上被记录在册的最早的追星大事件 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 说当时啊 有一个女子 叫寒鹅呀 一路向东旅行 想去哪呢 想去齐国 当时这个出门很不方便 你全靠走路 这一到时候呢 还得要吃要喝 寒鹅走到半路上 盘缠就花光了 哎呀 这可怎么弄的 又断了凉了 饿得不行啊 我怎么才能赚钱呢 干脆 严路上卖艺 这姑娘呢 也是个多才多艺的人 唱歌唱得好啊 在那唱吧 老百姓爱听 就给他赏钱 哎 没两天 路费够了 够了就走了 他走了三天 歌声 还在人们的耳朵边上盘旋 后来人们实在是太喜欢他的歌了 一会他找回来了 这个故事就后来大家熟悉的那个成语 绕梁三日 说就是他 这个唐朝 还有人写诗呢 说 寒鹅绝唱 唐渠哭 尽是人间 第一声 寒鹅 就是唱歌的姑娘 唐渠呢 是唐朝 唐木宗时候的这么一个人 总是不中举 考试就不成功 看见很悲伤的文章呢 就哭了 被唐朝人评为是最善于哭泣的人 啊 所以说给他们俩搁一块 寒鹅绝唱 唐渠哭 尽是人间第一声 说这两位的表现 都是人间 绝无仅有的声音 啊 您就知道中国历史上 这第一位歌星多厉害了 没有团队 不打广告 路边卖艺 路过了 全是粉丝 当然 就这种能够 现场 是参加偶像演唱会的幸运粉丝 你在古代来说 这是少数 古代追星啊 其实是挺不容易的 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自己的偶像 就这样呢 还能够坚定的追随人生偶像 那态度可谓是非常虔诚 有的人呢 沉迷于爱豆的这个才华和作品中啊 无法自拔 更有甚者 以这个自己的爱豆为榜样 自我激励 所以这帮小迷弟小迷妹妹封起来 现代人望尘莫及 那现在有的粉丝租公交车 地铁站广告牌 给自己来都打广告 做宣传 这唐朝有一位 那个跟人比差远了 唐朝这大哥呢 这叫葛青 您记着啊 这位葛青大哥 这是个狠人啊 他是荆州的市井人物 但是呢 追求很高雅 尤其是喜欢白居易的诗歌 为了表达自己对白居易的喜爱 结果呢 他想了一个图纹并茂的形式 什么呢 就是纹身 你要注意啊 图纹并茂 身上一共纹了三十多首白居易的诗歌 脖子以下就没好地方 闻好了之后 经常光着网子跟街上走 给自己的爱豆白居易 做一个移动的广告牌 这位大哥也因此C位出道 被称为是行尸图 这个行尸不是你想那个行尸走肉那个啊 行动的一首诗啊 一个图画面 行尸图 古代的文人呢 格外的细分 主要是因为古代受教育比较难 那会儿又没有九年游教育 这就造成了古代文化人比较少 所以那些个文学成就较高的 大文豪在古代那是格外耀眼 说完白居易呢 再跟您聊聊苏东坡的粉丝 林语堂先生的 苏东坡传里边 记载了一位老兄 叫张元碧 这张元碧呢 长得不好看 挺丑 可是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媳妇 张元碧最崇拜的人 就是宋代的大词人 苏东坡 有一天偶然读到这个苏东坡的这个梅山集 好家伙 如痴如醉 对自己冒入天仙的媳妇 不理不才 媳妇就挺纳闷 说你长得那样 丑也就完了 整天报本破书 你什么意思 你说清楚吧 你要苏东坡 你还是要我 你要是爱苏东坡胜过了 爱我 那你把我修了 你现在好多女孩问男孩 不就是 你要玩游戏 你还陪我呀 是吧 这张元碧就碰见这个 这么一戏 人家问了 你问的对 你要苏东坡还要我呀 张元碧说 那行吧 那我喜欢苏东坡 你被修了 得 这个粉丝为了偶像苏东坡 就把媳妇给修了 在那会儿来说 追星是个费心费力的活 有人修妻 有人纹身 你如果有个一技之长呢 就能在这个追星的道上呢 玩出更多花样来 大诗人路由 就为了自己家的爱豆 写了大半辈子诗啊 出诗意表真名是 千载谁看 博仲仙 参加过高考的 各位都背过 这个路由 写给诸葛亮的诗 至今留存的 就有十四首 反正这些诗的意思 差不多吧 都是我家爱豆厉害啊 英明神母 独一无二 这么些年来 没有人跟他相提谬论 要是我也能像他一样 该有多好啊 大概这么意思吧 可见追星 也成了很多人 前进的不屑动力 那么路由 为什么说喜欢诸葛亮 因为他 很想像诸葛亮一样 被君主赏识 施展自己的抱负 然而现实 总是骨感的 路由是 有心报国 却报国无门 内心 他有多惆怅 就对诸葛亮 有多崇拜吧 就是这么一种心态 这个娱乐圈里 很多明星 都有自己的偶像 自己已经是大明星了 见到那些个优秀的前辈 马上变身 迷妹 迷弟 反过来说 你能把同行吸引来 崇拜你 敬佩你 更能说明 你有能耐 很多大文豪 都是这样 这属于是 业界楷模 偶像中的偶像 这个说追星呢 就不得不提 文化圈里边 写个著名的大V 你比如说李白 李白可以说 盛唐的门面和代言人 粉丝自然是 不在少数 其中呢 有一个男粉叫魏万 也是个写士的 那行看那行 一看 李白了巴的了 就被诗仙的才华 和这个潇洒的气概 吸引了 喜欢李白 喜欢不行了 自己发誓 我一定要见到自己 爱豆的真容 那会儿没有手机电视 找李白 全靠打听 满处问去 白天赶落 紧随着李白的踪迹 晚上抄写偶像的诗 为自己加油 可惜的是呢 这孩子总是慢半拍 跟李白总是前后脚 他到了 人家刚走 就这样过了半年 离家三千里以外的扬州 魏万 终于见到了李白 三千里路 好家伙 有这能力 取经去都成功了 魏万 终于见到李白 泪流满面 跪倒在地 双手献上的礼物 自己花了一年时间 写成了 四十八运的长诗 金陵 仇 李汉林 句句发字废佛 李白是很感动 当晚呢 就写了一百二十运的 送王屋山人魏万 欢王屋 拿到这首诗 魏万估计当场就得 幸福运了哈 反正李白这个撩粉的技能 也是满点 很厉害 这个李白的粉丝里边 有一个被写进诗里边 现在上语文课 学生们应该都要背诵 谁呢 就是汪伦 这个汪伦的追星啊 有一招数 就是骗人 唐朝天宝年间 汪伦听说了 说自己崇拜着大诗人 李白 旅居 南陵 他大了胆子 就给李白写封信 说先生来玩吧 我们这风景好 桃花十里 万家酒店 这几个字 打动李白 去吧 桃花十里 万家酒店 多棒 到那儿才知道 汪伦是个骗子 哪有桃花十里啊 离这儿十里 有一个水坛子 叫桃花坛 这是他说 那个桃花十里 万家酒店 就这儿有酒店 掌柜的姓万 汪伦管这叫万家酒店 你这玩的粉丝是个戏精 李白也很无奈 但是来就来了吧 但是来了挺高兴 桃花盛开啊 加上那个桃花潭水 清澈透底 坐在这儿 一喝酒 心情格外的痛快 尽兴之后 李白在走的时候 汪伦送上众礼 鸣马八匹 送了八匹马 还有这个棺锦石段 就是那个绸缎 棺锦 还有银两 给自己的偶像 渐行 李白这一生浪迹天涯 兜了也没什么钱 得到汪伦如此的厚赠 也是十分高兴 大笔一挥 就写下来 赠汪伦这首诗 这首诗不用多说了 上过小学了都知道 桃花残水深千尺嘛 不及汪伦赠我情 这个 那说到李白这粉丝呢 就不得不说说这个杜甫 他们俩初次相遇的时候 李白四十四岁 杜甫是三十三岁 都是中年 李白已经是唐朝著名的网红了 所到之处都是迷地迷美 杜甫呢 应该就是李白粉丝后援会啊 头号迷地 杜甫一生 给李白写了十五首诗 春日一礼白 冬日有怀礼白 梦礼白啊 送孔朝父谢病 归由江洞监城里面 你就知道 你看那些个名字 你就知道了 杜甫对偶像 多虔诚 还有非常著名的那个 尹中八仙歌 假装夸了八个人 实际上只有一句是重点 李白斗酒试播片 长安世上酒加棉 天子忽来不上传 此称臣是酒中仙 这意思就是 你看我家李白多牛 饮酒作诗 潇洒风流 皇上请他 他也是沉醉在美酒当中 理都不理 公元756年 李白呢 就是因为这个谋反罪 被谋 所有人都躲到 那避之不及 唯有这个杜甫 写了240个字的长诗 给他辩白 那意思就是 像我爱豆这样 狂放不计的大才子 一定是生火所迫 被人诬陷 你们一定要明察 得知李白入狱之后 哪更是寝食难安啊 久而成梦 写下两首 梦李白诗 杜甫这一生啊 穷困潦倒 官场也不顺 自己的小儿子 都是活活饿死的 也是因为自己一生 如此的不畅快 哎 才羡慕李白的快意人生 更加怀念 与李白相处时候 那个潇洒 那个状态 中国古代 还有一类追星族 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皇帝 贵为九五之尊 位高权重 但是也耐不住 偶像的光芒 太耀眼 天子嘛 那不比平常人 本身就是 舆论的焦点 追起星来呢 也别有一番气势 一国之君 要是粉上了什么 往往会引发 全国上下 新一轮的流行风潮 你看啊 王羲之 作为一代殊胜 从古至今 谜地 谜妹 自然不在少数 但你要说 他头号真爱粉 那一定是 唐太宗李世民 作为谜地 爱豆的代表作 一定得有 这有一回 唐采宗听说 王羲之的书法 真品蓝亭集续 在变财和尚那 就让人找他 拿来我瞧瞧 给我看看 这个变财和尚呢 也是王羲之的铁粉呢 好容易搞一真计 三分两次 不给 唐采宗一瞧 这个玩意儿 还挺难搞 硬要不成 咱可以智取 拍了个大臣 监察御史 肖逸 假扮成书生 跟变财和尚 接近 熟了之后 这个肖逸就拿出来 王羲之的作品啊 给这和尚看 和尚说 我这也有 就把真计 就拿出来了 这就行了 一来二去 就趁机给拿走了 皇上为了 爱豆 也是不择手段 哪知道这个变财和尚也死心眼 失去了真计 机遇成疾 死了 当然了 这个大伙也都知道 收藏品这个东西 有一个就像有俩 那作为一个铁杆粉来说 仅仅一个蓝亭集啊 唐太宗还嫌不够 唐代的这个 徐氏法书籍记载 李世民同学 刚一当任皇上 就迫不及待的 为偶像花钱 发誓 要把王羲之的作品 全部卖光 他当时 据说 收了王羲之的墨迹 多达三千多幅 装订成书卷 印上真观俩字 大张旗鼓的买 还不过瘾 还亲自动手 为偶像撰稿宣传 这才有后来的 王羲之传论 他书里边 李世民把什么 钟瑶啊 王羲之 这挨个点评一遍 总而言之一句话 你们都不灵 就是我爱的王羲之 才是罪牛 据说这个 唐太宗每得到一副 王羲之的真迹 都得挂在寝殿当中 方问自己 朝夕观览 自己跟着 临摹写 带着儿子 跟着一块 写几百遍 你可听明白了 几百遍 也正是因为 唐太宗的极力推动 建立了王羲之 在中国书法界 殊胜的地位 同样也是因为 他的推动 使这个 唐太宗的书法 成为历史上的 这么一个高峰 古代的偶像 与粉丝之间呢 心理距离 比现代要远得多 粉丝们 见不着偶像 甚至身边 也没有什么 可以理解自己 追星行为的知己 偶像呢 也不一定知道 五湖四海 有这么一帮人 默默地支持 认同自己 这对于双方 都是个考验 或许正是这个 出门没有火车飞机 娱乐没有电视 网络的时代 为古人的追星之路呢 才赋予了 更庄严的意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